大家好 我今次想和大家分享如何紮紋扁 你看到扁扁很大 很誇張 我用的頭髮會用到後面這個位置 跟之前細細條的 就有少少分別 紮下去就會 比較誇張 先說一下如何紮 看到分解分得很厚 在這個位置 屁股又分得斜些 我先把頭髮剪掉 分開三份 德式的順便是 拿去下面 顏色的一翻 後面的一翻 再上來 只要加頭髮是中間的一條 不是在上面的一條 加頭髮 加到中間的一條 這樣 然後積兩下 一二 然後再加中間的一條 一二 然後繼續加 再加 一二 再加 一二 其實奔到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差不多了 想做這條邊大條一點 就是這樣的 這裡有三軸 三軸頭髮 那會粗呢 拿細細軸頭髮出來 然後向上推 然後向上推 向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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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頭髮呢 這樣大了 這支頭髮呢 拱起來了不要緊 只剩下一束的 這支頭髮呢 整次剩下了 而且接受很多 次往上推 五、三… 一、二、三 推上去 这条片就大大条很好看 然后拆了 如果想这条片收在下面 这个位置的朋友 你就可以在下面这里 拿一只头发出来 然后在这里一起 下橡筋 这样就不用太快夹住了 这次呢 我想摆在这个位置 你看到我刚才说 如果头发强了就有些汁 先拉好 再拉大条一点 夸张一点 再大条一点 再大条一点 对 对 那就是这样 因为我想摆过来这个位置 那如果摆在这些头发弓起的话 按住它 摆过来 那头发就会压实的 这个位置 然后 然后 用去出头发 下发夹 在这个位置 用后面头发遮住它 那头发就搞定了 你还可以有些变化 你可以摆在后面 或者摆在下面 或者摆在下面 也好 摆在头发上去都可以 好 那次就这样摆在下面 AXIE是这样摆在下面 这样摆在下面 这样摆在下面 那影片就是这样的了 你看到影片是这样的了 你看到影片是凹起很明显的 那摆在下面 拍照也挺好看的 好呢 先说到这里 拜拜